欸我找不到照片 沒有照片 你這有照片沒有照片 我以前那時候超蠢 因為我那時候真的是做到崩潰 就是什麼東西都不會 然後什麼東西又做得很爛 然後我們焊接燈我焊到快起笑了 然後反正就什麼都做得很爛 然後我那時候也沒有在算電流什麼的 我還把麵包板燒掉 那個我可能有照片 就它就整個熔掉了 欸我想起來我第一個專案是什麼 以前台大有一個活動叫藝術記 然後我大三的那一屆 然後我那一屆是有 剛好他們有做科技藝術的專題 就有個部門在做科技藝術 然後我們做的是一個發光的 其實就是桌遊然後變成現實世界啦 就是你有不同隊 然後呢你要去佔領地盤 所以你就要去一個地方 然後要感應然後它就變成你的地 然後你就要跟別人搶地盤幹嘛的 然後那個是 那好像是我第一個阿對你找的專題 因為要感應然後發廣 所以就直覺就這樣做了 感覺蠻有意思耶 它是大型的 其實我們做的超級爛 我們做 因為我之前去過台大藝術記阿 很多東西都很棒耶 就很多創業的想法 我覺得我們那個 很多大型裝置 莫那某個莫名其妙的裝置 對啊對啊 我們那個做的 我覺得以參與者的角度可能還好啦 但我們自己做的覺得蠻爛的 然後我記得我們超級蠢 就是說我們那時候的問題 欸 因為我從來沒有跟你討論過 所以可以看你有什麼意見 反正我們就是一大塊 我們就很聳嘛 就用六邊形 嗯 然後所以這樣可以拼嘛 然後就總共用八十塊 嗯 那我們就變成說好 我們要怎麼讓使用者走到那個位置 然後他要去買地 或是他要破關 要怎麼讓讓他知道 他在那個位置上 我們後來是用RFID啦 然後其實有點蠢 但是我不知道怎麼解決 而且因為他就要很準嘛 你RFID跟那個片就要很準 然後我們一開始才想說鞋子 鞋子好像體驗比較好 就你走過去站在那邊 然後結果鞋子踩一踩 那個繩子就壞掉了 然後所以我們後來就 他們後來就只能 我們就做了一個手持的東西 他們要手持自己去比 然後這體驗就很差 因為你走一走 然後你要蹲下來 多大一個六角形啊 杯墊還是 沒有沒有就是你可以人 站在上面 可以三個人站在上面 所以很大欸 所以我們做的裝飾很大 它這個鋪在中頂上 那我覺得用RFID這個想法 我覺得還不錯啊 可是就是蠻 那就是感應會有問題 這體驗沒有很優秀啦 但是那是我們那時候 想到最好的方法 對因為如果空間定位的話 我目前想到的會是攝影機 但是攝影機又很 太Hard call了 那很麻煩 對很麻煩 太多變數了 那時候想一些比較蠢的啦 就是用比較傳統的 就是想辦法可以通電 就是呢你要 他踩著那個地方 然後會通到他身上 可以知道 誰現在跟誰是有一個迴路 然後這樣去推論說 他在哪一個位置 因為我的想法是 如果你80片板子 每一片板子之間 要連接什麼線路的話 那個很可怕 喔我們那時候 因為真是無腦 反正就是想說要這樣做 然後就一直碰到問題 然後一開始當然是腦包 就想說喔 就接一塊阿 就 為什麼不能接在同一塊阿 對頭板 反正我們最後 我們最後就是拆五塊板子 嗯 所以其實 全部都是獨立的 就五塊板子是切開 然後我們再把所有資訊送到一個Circle上面 嗯哼 所以其實是五個獨立的控制 喔 然後來做到這件事 可是我覺得聽起來 我覺得 我好像目前沒有想到什麼好的解決方案 有可能 不然就拿手機BQR Code 對啊 這也是個方法 可是那感覺更廢 就是 手機更廢了 更容易跳脫 但我覺得應該是從設計早上 比如說你今天的六角形 上面有一個 竹台 還是什麼東西 然後你必須要把寶石 放到這個上面去 就如果今天有一些東西 來引導你做這件事情 對它每一個 每個地圖上面 都會有一個座底座 然後今天你就是把 欸 就不知道 把雞蛋運送到 把拖鳥蛋運送到某地方 對 把寶箱 還是什麼手提箱 運到某地方 然後你就要把它放那個上面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會 變得合理了 OK 對 就是感測器上面是 還是用這一套 可是讓它體驗上 做得更合理 我為什麼要把這個東西 去感應這個東西 對對對 你要讓這個是合理化 但你到時候再提供一下 你的那個 欸我找不到照片 沒有照片 沒有照片 我以前 那時候超純 因為我那時候真的是做到崩潰 就是 什麼東西都不會 然後什麼東西都做很爛 然後 我們焊接燈 我焊到快 快起笑了 然後 反正 就是什麼都做得很爛 然後 我那時候 也沒有在算電流什麼的 我還把麵包板燒掉 那個我可能有照片 就它就整個熔掉了 哇 因為我們那時候通電 通的有點誇張 嗯是 對 然後麵包板不是給你這樣用的 然後所以 麵包板燒掉滿心軟的 然後 對啊 所以就崩潰到最後好像沒有流 如果我有找到我再給你啊 OKOK 但我們好像真的沒有流東西 你知道 就是我其實 大概也是 就是 在這幾年才發現 就這幾年 三四年吧 才覺得 任何的作品 就真的一定要 有照片 嗯 做得再累 再痛苦 再沒有時間 你還是要把手機挖起來 就拍個幾張照片 因為你到最後一定會後悔 對 你到最後一定會後悔說 天啊我那時候有東西 我想證明給你看 我做過什麼蠢事 我做過什麼 很棒的東西 但結果卻是沒有那些 東西留下來 嗯 對啊 對我覺得真的蠻可惜 說實我以前很多 這種奇怪的創作也是 就做完之後 然後 原本想說啊到時候再拍照 我跟你講沒有到時候的那一天 對啊 我們高中大學也是很多 就是很廢的東西 可是 你不管是要拿出來跟別人講 或是 剛剛好在未來 哪一次可以參考以前做的 什麼結構或是機構 或是什麼東西的時候 就拿不出來就是很歐 但我們現在沒在怕啦 現在什麼都拍嘛 對啊 所以我其實也是為了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 逼自己 就一定要拍照這樣子 欸可是你還是會有檔案太多 找不到的問題 會啊嗎 因為就變到一個不一樣的面向 就是沒有跟 喔我知道我有 但是我完全不知道他在哪裡 而且找不到 有啦 就是一個翻向步啦 就是那個從2019 2018開始翻 然後看到是哪一張 對 是有這件事情啦 因為其實說實在 我沒有PO影片的那種小作品 其實我都懶得整理啦 對啊 對啊 還是會 還是會像我們這樣的結果 不過我檔案管理也蠻糟的 我也超級糟 以前很多人會問我說 欸向老師那個 你做自動販賣機 有沒有自動販賣機的程式碼 什麼什麼 什麼之類的 提供 你應該有遇過這種問題吧 有啊 可是因為我們 你先講 對然後我那時候其實很 怕人家問我這個東西 然後我會 不知道怎麼提供 因為我檔案很亂 我檔名可能叫 衛命名001之類的 那這樣比較好 我就是那個final final final 喔對final 對final 然後什麼autosave final final 因為你還會 檔案Quest這樣什麼之類的 超級蠢的 然後那個檔案裡面也是亂七八糟 說實在 那時候就算要我回去 把那些可能3D圖 平面圖那些東西 挖出來 然後 然後要我自己再重新找說 欸這麼多個 到底是哪一個模型 哪一個才是對的 其實我也不知道 甚至有些是我這時候是錯的 丟進去3D軟 那個 雷斯切爾哥軟體裡面 然後才去做一些修改 然後所以 那裡面那個東西才是對的 我的檔案其實是錯的 嗯 對就會有很多這種奇怪的東西 所以 我那時候想說 不對我給你會不會反而造成更大的困擾 因為你會完全 不知道到底怎麼回事 對啊 對然後我程式碼也是啊 我以前程式碼 因為我其實不是相關背景出身啦 我也沒有什麼大型的合作案 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其實有一些簡單的程式碼 我會直接用 123嗎 ABC X3 X 這還好 我其實比較常會取什麼 什麼LED E LED B LED什麼 Red什麼之類的東西 但是因為有時候LED Red之後 又有新的LED 所以就 LED Red 對 就是會有一些奇怪的那種 什麼 Red X 對就是 就是 因為我邊做邊想嘛 所以有時候這種奇怪的東西 自己也看不懂那個程式嘛 說實在 嗯 對不過現在比較好一點啦 就是發現 好像還是 要寫得比較 乾淨一點 對 對 我們比較好是因為我們從一開始就有 在 就一開始是開源出來 那現在有訂閱 所以我 一直有維持整理檔案的習慣 嗯 可是其實前面的東西都有碰到啦 就是 程式碼太亂要整理啊 或是 或是我們也有很常碰到就是 剛剛 黃鑫瑋講到 我們在AI或是在 其他地方畫好 然後進雷切的時候 切有問題在雷切檔裡面直接改 所以我後來 絕對避免這件事情 喔 所以你要改就是直接從原始的檔案 因為我們自己 我們公司就有兩個人在做嘛 那只要做這件事情 就風險會非常高 啊 所以一定要浪費時間去改原檔 所以你有朋友 然後再把他載回來 什麼東西啦 呵呵呵 所以我沒有朋友跟我一起做這件事情 好啦 對 OK好 所以其實 就是如果是為了分享考量 是有很多良好習慣要建立的啦 要不然真的是很痛苦 好不過大家如果 對就是我們想要聊的一些話題 一些東西有興趣的話 我覺得歡迎留言在下方 那也讓我們知道 也許可能以後我們就可以 討論相關的一些主題 一些話題 對 因為我們可能也需要一些 大家的想法 因為說實在 我不知道這系列到底 會演變到什麼樣的程度 對 不過就 非常開心的請呂雲涵來啦 因為他真的 非常 非常好 就是 他的課超級忙的 然後我還利用他的 休息時間 然後來請他來我教室 就是 反正就閒聊嘛 對就閒聊一些東西 對 好那就這樣啦 那謝謝各位收看 那如果有對這方面的影片有興趣的話 那歡迎在下面留言 然後分享給大家 那也記得要訂閱一下我的頻道 然後 希望我可以在最近 有辦法 幹嘛 引力嗎 引力到底是什麼樣的滋味呢 沒什麼感覺 我想知道 每個月至少會有一個幾塊美金的收入吧 有幾塊美金啦 好啦 那就謝謝各位啦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來 阿丁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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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講一下這個故事 你應該去拍個影片 你去make her fair 然後 叫大家 這個字怎麼唸 請問一下你這個字怎麼唸 然後 對耶 欸這是一個好 這個一定很好笑 對這個好主題 只是這個太冷門了 就是 就主要阿丁諾才關射行的 我們這個團結就是冷門 好